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,简称国防大学坐落于北京,它是我国军队综合性联合唯一的指挥大学。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,简称国防科技大学,位于潮沙,是国防科学的技术性质的大学。 这两所大学名称虽然见相差科技而字,可是,它们的性质却有很大的不相同,谁的级别高? 国防科技大学是985-211的重点军事类大学,它的前身是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,97年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, 而国防大学却是直接由中央领导的军事宣服,专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有能力的指挥大部,一起研究国防建设,又让我们便可以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了。 国防大学,它招收的是学生资历,是我国军方的高层军官,还有的是省部级的干部领导,招收这样的学子其实,是为了提升我国军方高级将领的综合素质。 逐渐提高我国军事管理等方面,国防大学的主要目的,是为了培养军队的高级将领,普通的大学生根本没有这个资格被录取。 根据的调查,除了培养优秀的高级军队将领,国防大学还有的就是研究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建设和国防战略策略,国防大学算是负战区级别的,级别很高。 国防科技大学是国家重点军事类的学府,是985-211一流类的国家重点大学,同时也与国防大学一样属于军队2110工程。 招生对象是全国各地参加高考的优秀学子,它是一所国家公立的大学,虽然其前身是哈真工,但是学校现在却是在湖南潮沙。 它除了有设立军事类的学科外,还有其他正常大学,设立的专业类学科,提升了军队军员的综合能力,例如经济学、文学、理工学类等专业。 当然军事学的专业肯定有,而且还是其重点专业,不过它不是像国防大学那样培养的是军队的高级军官以及指挥官,而是培养基层军官,为有些为我军效力的学子们提供很好平台。 国防大学几乎逝世从建国以来伴随着我国军队成长,历史甚至可以从墨军红军时期算起,而国防科技大学是97年,时由哈真工改名而来,国防科技大学的历史并没有国防大学悠久。 从以上的各方面的分析,相信大家对于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的差别也是有所了解了。 在招收的同学资历以及建向历史上,国防大学的级别无论怎么,都是高于国防科技大学的,在培养干部的等级上也是有很大的差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